有人说本田那个就是穷人的宝马 有的人说马自达才是穷人的宝马 操控设计等等方面来看 马自达和本田到底谁更像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看 本田和宝马有什么地方是比较相似的 本田和宝马都是靠摩托车发家的 先说本田 二战之后日本资源非常稀缺 加油又很贵 火车们经常超载 经常停运 大家都选脚踏车出门了 那这个时候有个叫做本田中一郎的人 收购了一批军方剩下的小型发动机 把它改装成辅助发动机 装在自行车上面 这就是本田最早的摩托车了 1959年 本田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了 接下来说宝马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被盖翻了 那由于凡尔山条约的限制 宝马被迫停止了飞机发动机的生产 共事处于碎生活的这种濒临倒闭 宝马尝试去生产卡车和轮船的发动机来回血 效果一般 后面也变成生产摩托车的了 这没想到坐摩托车反而是起手回身 这就好比这个早餐店卖包子和馒头都没赚到钱 反而是卖个头更小的小笼包 发财了 1923年 宝马推出了第一款摩托车R32 三年销量超过3000辆 宝马的名声传遍欧洲了 那么除了摩托车 本田和宝马对发动机的研发都是比较执着的 本田说来不是有买发动机送车的这个传统的吗 一朝吃变天下 它有一个能让发动机达到最高输出效率的VTEC系统 全名的是Variable Veil Timing and Lift Electronic Control 中文翻过来就是可变气门向位及生存控制系统 那举个例子 本田S2000上面搭载的F20C自然吸气发动机2.0升排量 马力高达250匹 升功率达到了125匹 这量产车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升功率达到100匹以上 有多厉害什么概念 历史上能做到的只有三家 法拉利 宝马 本田就这三家 那宝马升功率超过100匹发动机呢 是用在146M3上面的 也就是3.2升直列6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S54B32上面的 它呢是搭载宝马 Double Wellness双突轮轴可变正式气门系统的 那这个和VTEC一样的 都是优化气门 那发动机在单位时间里面进气量更大 从而获得更大的动力 这个呢就好像是南少林和北少林一样的 虽然名字不一样 但是和尚会的功夫他们都是会的 那么从2001年正式量产开始 S54B32呢 是在年度世界发动机评选 3.0到4.0级别里面呢 整整搞了6年的冠军 所以说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研发上来说 宝马和本田都有很强的造诣 目标就是把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极限 完全压榨出来 用的方法也非常接近 那马自达呢 马自达和宝马的关系 似乎是更近 它常常被称为东营宝马 这里有个小知识要跟你分享一下的 马自达是英语 原本的日语就叫松田 因为这个马自达的创始人叫做松田种次郎 而松田在日语里叫Matsuda 那松田 丰田 本田 成为日本三田 那个不好读 Matsuda M-A-T-S-U-D-A 这个老外读不出来的 才改成M-A-C-D-A的 那马自达这个命名还参考了西亚神话里面 一个神仙的名字叫阿胡拉马自达 它是象征着追逐光明善良 马自达的发音刚才我也介绍过了 合在一块就变成马自达这个品牌了 那马自达被称为东营宝马 不是因为有个马字 而是两个厂家的设计理念比较相似 都追求操控 追求驾驶 那对这种运动性轿车来说 操控主要是看底盘的结构 材料 强度 中量这些 就好比你造一座桥 那你是拱桥 还是拉索桥 是木桥 石桥 还是钢桥 那都有讲究 都是有所不同的 那在底盘结构上面 本田 马自达和宝马 一直都是坚持在后悬挂 用多连杆的设计的 大家差不多 马自达和宝马更相似的地方 在于轻量化 这宝马造车的预算算是比较充足的 有钱 那底盘的轻量化 可以用各种更轻更贵的材料 什么铝合金 铝镁合金 碳纤维 对不对 你就拿铝合金来说 它这个重量是普通钢材的65%左右 但这个接近于轻一半的材料 它是钞票堆出来的 这马自达又没有卖的宝马那么贵 价位不一样 要考虑制造成本的 马自达是没用铝合金的 用的是1800兆帕 极高张力钢板UHTS 它相比普通钢材轻的8%左右 但强度提升了30% 那么除了材料 这个变速箱的调校水平 马自达和宝马都很强 运动性轿车除了干底盘 还是要看看发动机和变速箱的 那马自达有个创持蓝天 这个压榨自然吸气的极限 算是很厉害的 但用的原理和本田宝马方法不太一样的 马自达的发动机 主要是在优化排气布局上面下功夫的 那如果说本田和宝马 是南少林北少林的话呢 那马自达就有点像是 偏安易于的武当派了 那么变速箱上面的话呢 马自达和宝马的相似程度呢 反而是更高一点的 简单来说 马自达和宝马都是把别人的变速箱 用到了最好 啥意思啊 宝马不是用财富ZF的吗 马自达呢也是别人这儿拿来的 准确的说呢是日本爱信经纪 就是那个丰田控股的子公司 一起合作研发起来的 那你要是打个比方呢 爱信就是泥水酱 负责做毛皮房 马自达呢就是搞精装修的 那这个金张修呢就是在爱信6AT原有的基础上 它增加了业力变局器的锁止范围 来增加这个传动效率 那宝马呢 它的财富8AT传动效率有92% 马自达6AT的传动效率93% 比宝马还要高1% 那么到底谁才是穷人的宝马 有句话叫做开宝马坐奔驰 宝马是BBA里面最强调运动和操控的品牌 这个它的口号就是 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 终极驾驶机器 现在变成什么 希尔 driving pleasure 享受驾驶乐趣 马自达也是日系品牌中最强调运动性的 它的口号呢是 人马一体的驾驶愉悦 这个是马自达自始追求的这个奥义 这口号听起来意思反正和宝马差不多 本田呢也是追求运动的 但是没有马自达说的那么彻底 也没有宝马那么明显 本田的口号是Fontech 意思就是以先进的环保技术 安全技术 舒适技术 带来更多的乐趣体验 也就是说本田的重心不在于驾驶乐趣上 而是要做到更全面的车 整个车子用起来 它是有乐趣的 即便是被大家叫做本田超跑的时代思域 也依然是用家用省油取向的CVT变速箱的 那么本田一直以来 卖的都比马自达便宜的 2003年7代雅阁和马自达6推出来的时候 2.4升的雅阁指导价25万9800 2.3升的马自达6 售价是26万5800 那个时候雅阁就要便宜6000块了 那现在时代雅阁呢 最低指导价16万9800了 阿特兹最低的指导价是17万5800 还是相差6000块钱 那一份价钱一份货 本田比马自达还是更可靠一点 J.D.POWER2018年北美市场研究报告 本田的摆车故障率140个 马自达摆车故障144个 摆车故障越小嘛 质量就越好 从数据上来看 也对得起这相差了6000块钱 总的来说呢 马自达比本田更像穷人宝马 如果不是那么追求运动 本田在价格和质量上 都是比马自达好一点的 更适合穷人啊 但是你要窜在一块 要说是穷人的宝马 买马自达有可能是更不错的选择了 说到马自达 其实还有不少朋友啊 他是不知道马自达 曾经被福特持过股的 等到08年 好不容易才数了生 你如果说马自达是偏科 那大家对福特的印象 就是经常挂科了 网上甚至有什么 长安福特活得精彩 修得痛快 这样的梗啊 那福特到底有没有 网上面说的这么差呢 想知道的朋友可以点击右边的播放列表 我给你讲讲关于福特的那些事情 你觉得我今天视频做得不错的话呢 大力点赞支持我一下 转发给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订阅按钮 每天能收到一条汽车知识吗 我粉丝多吧 我动力好啊 我做更多的好节目给你看嘛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 我做更多的好节目的 大力点赞支持你